人体冰雕,头身分离,狗食之行,生吞千针 这不只有变态导国才能拍出的悬疑惊景片 猎奇且暗黑的连环凶暗将震碎你的三观 阴暗潮湿的下雨天,偏远的废弃隧道内惊现一具女尸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凶手用铁链将死者固定成桂姿后 又刻意涂抹上美味的酱料,再放出三条饥饿的大型猎卷 将死者活生生啃咬到面目全非 而恶狗嘴里吐出的字条上写着狗食之行 刑警阿泽推断凶手应该对死者心怀怨恨 从而用私刑审判的方式杀害死者 警方随后经过调查发现 死者没穿裙子本是一位爱狗人士 因为要和对狗过敏的男友同居 便将多年养育的爱犬送到了收容所 难道凶手仅仅因此便动手杀人吗 就在阿泽对此感到困惑时 又发生了第二起相似的命案 这天晚上四百斤的死肥宅松下裤子 埋头在王者峡谷觉醒游戏天赋时 突然门外有人摁响了门铃 松下裤子以为是送快递的并没有理会 可接下来突如其来的暴力开门吓傻了松下裤子 他急忙闹出动静假装家里还有其他人 怎料歹徒根本没有理会 眼见房门即将被撬开 松下裤子急忙冲进厨房掏出两把水果刀 可等他返回走廊时 却不见闯入的歹徒身影 他小心谨慎的摸回房间发现没人 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时 只见一个戴着青蛙头套的面具男 将松下裤子绑到野外实施了酷刑 第二天尸体在野外被人发现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他的脑袋直接被凶手锯掉了半截 残忍程度直接把一名警员吓得哇哇直谱 现场同样留下一张邪有审判罪行的纸条 旁边还放着一台血迹斑斑的电子秤 秤上正放着死者的半截脑袋和一堆肥肉 而指针刻度停在了六斤六两 凶手还挑衅般的留下脚印和凶器 随后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死者是个常年依靠年迈母亲接济的肯老夫 阿泽研判六斤六两八成就是死者的出生体重 凶手刻意将死者割去同等分量的肉 让他感受自己出生时母亲承受的痛苦 所以这次的刑罚名为感受为母之痛 让阿泽十分困惑的是 虽然两起案件都有明显的审判特征 但弃狗的人和啃老族数不胜数 凶手为何专挑这两人下手 而且还对他们的背景了如指掌 阿泽断定凶手和死者之间还有其他关系 而且阿泽能隐隐感觉到 犯人好像刻意想要尸体被人发现 这样的人很可能是杀人狂魔 因此下一起命案应该很快便会出现 这天晚上吃饭时 一个陌生人主动为阿泽倒水 阿泽注意到他左手拇指有道伤痕 但起初阿泽并未过多在意 可回头联想到第二起案件中 凶手聚下被害人的脸颊时 锯齿来回切割会造成巨大痛苦 而被害者在手脚被捆绑的情况下 临死前必定会不顾一切撕咬凶手 因此凶手左手拇指应该会留下伤痕 想到这阿泽突然茅测顿开 却发现陌生人早已离开了座位 阿泽急忙追了出去 虽然没有找到刚才的陌生人 但是他猛然发现两起案件 有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点 凶手都是在雨天作案 带着诸多疑问警方展开了全面调查 终于发现了两名死者间的共同点 他们都是三年前 女童树枝填埋杀人案的陪审员 当年一个年幼女童遭到杀害后 被凶手用水晶树枝将尸体做成了标本 而嫌犯患有精神疾病 但审理案件的法官和陪审员 却一致判定嫌犯死刑 判决后嫌犯的精神疾病出现恶化 最终在医院治疗时选择了自已 警方推测这是当年被告方的报复作案 因此所有参与定罪的陪审员和法官 都可能是连环杀人犯的目标 可阿泽得知这条线索后却显得十分慌乱 因为他的妻子也是该案的陪审员之一 更加要命的是 因为阿泽忙于工作疏于家庭 上周和阿泽大吵一架的妻子 一气之下便带着儿子离家出走 现在阿泽连续打了几通电话度无人接听 警方随即梳理出了陪审员和法官名单 准备家派警力一亿展开保护 可恶魔蛙男早已抢先一步 对剩余的陪审员和法官展开了大屠杀 友情提醒前方持续高能 胆小的朋友请在一米八的壮汉陪伴下一同观看 婚内出轨四处留情的检察官 被斧头垂直劈砍头身分离 一半快递给了家中的亲女 另一半则邮寄给了酒店的情人 被处以平分爱之行 被处以永远美丽之行 而照妖撞骗满口谎言的算命先生 嘴里塞满了无数钢针 被凶手处以吞千针之行 因为亲属涉案 担心阿泽带入私人情绪扰乱搜查 警队高层强迫阿泽停职休整 但阿泽十分清楚 女童树之案的陪审员接连遇害 现在仅剩下她的妻子姚 因此凶手的下个目标肯定就是姚 她必须赶在凶手之前找到她 通过调查姚的通话记录 警方发现她最近一直和闺蜜梅川秋一联系 于是警方缤纷两路展开行动 两名警员来到了梅川秋一家 却被一位自称梅川秋一男友的卷毛告知 姚和儿子祥太并没有藏在他们家 男友让警员去养老院问问梅川秋一 此时阿泽就在养老院 起初梅川秋一并不愿搭理阿泽 还斥责他根本不是好丈夫和好父亲 这时两名警员根据线索也查到了这里 被告知姚和祥太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后 梅川秋一这才交代姚和祥太就藏在他家 两名警员忍不住抱怨她的男友真厉害 不协助警方调查还尽天麻烦 可梅川秋一接下来的这句话 却让三人后背一阵发凉 原来假男友就是恶魔蛙男 他直接摘下了发套 将姚和祥太打晕后装进塑料盒 放进后背箱后开车准备离开 这时三名警员正好赶到梅川秋一家 阿泽和可疑的羽衣男擦肩而过 他立马意识到对方就是连环杀人犯 于是放下两名警员上楼调查了 自己则调转方向盘迅速追赶 很快上楼的警员打来电话 告知阿泽姚和祥太已经被带走 而桌上留有一张和凶案现场相同的字条 上面写着工作狂之行 阿泽和恶魔蛙男展开了公路追逐站 却因车速过快不慎翻了车 此时要杀掉阿泽绰绰有余 但恶魔蛙男却出人意料地扬长而去 阿泽想不明白凶手为何这么做 而助手西也经过调查发现 当年被判死刑的嫌犯并没有亲人 警方完全找不出谁会为他如此耗费精力的复仇 阿泽隐隐感觉到 恶魔蛙男犯下猎奇连环凶案的动机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复仇杀人 他甚至怀疑当年的女童树枝案 也是恶魔蛙男的杰作 就在这时 恶魔蛙男却明目张胆地找上阿泽 阿泽立马出去追击 却在飞奔途中遭车撞击倒地不起 阿泽便让西也赶紧去追 等阿泽爬起追到人群中时 却接到恶魔蛙男用西也手机打来的电话 对方将他叫到旁边大厦的楼顶 这天又是一个下雨天 西也早已被蛙男制服命悬一线 看到阿泽出现 蛙男直接向他摊牌 三年前的女童树枝案也是他的杰作 蛙男自诩是伟大的杀人艺术家 为了完成精美的尸体标本 他煞费苦心 可当年的陪审员和法官 却将罪名灌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凡人身上 这对蛙男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路 所以他要杀光所有陪审团成员 他开始不停地抓挠皮肤 蛙男一松手 西也从楼顶直直坠落 就在阿泽奋力奔向楼顶边缘时 蛙男却大摇大摆地离开现场 而阿泽却吓得愣在原顶 同时被杀 西而被绑 想起在天台时蛙男曾经说过 阿泽清楚蛙男的目标是自己 于是他离开警队 独自寻找蛙男复仇 他想起蛙男在出太阳时不停挠脖子 而且专挑下雨天出来作案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这是罕见的阳光过敏症 于是阿泽逐一排查所有的皮肤医院 终于发现有个女医生治疗过符合特征的患者 但是对方并不愿意透露任何线索 直到阿泽掏出手枪 告诉对方自己的妻儿被绑 拿到了嫌犯缺心眼一郎的病例后 阿泽迅速潜入对方家里 却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 只见凶手在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杀人计划 其中就包括阿泽一家三口 而通过监控捕捉到阿泽动向的缺心眼一郎 此刻已经悄悄来到了身后 直接偷袭得手将阿泽一棍打晕 等阿泽醒来时发现被关在一间密室里 旁边竟然摆放着他妻儿的仿真蜡响 其中儿子手上还拿着一盒拼图 妻子左手则握着一把手枪 而打开密室的大门需要密码 阿泽明白这是缺心眼一郎的游戏 想要打开密室就必须完成拼图 于是阿泽专心投入开始拼图 缺心眼一郎还贴心地向他投喂汉堡 并说了一句十分奇怪的话 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后 阿泽终于将拼图组装完毕 结果惊讶地发现这是他儿子的话 然而话中一家三口却少了阿泽 不过却多出了一个英文单词 这应该就是打开密室的密码 就在阿泽兴奋地准备打开大门时 他却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了地板上的汉堡 阿泽没敢继续往下响 他输入密码打开了密室 随后举枪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外 没想到门外竟是一个厨房 而桌上脏乱不堪到处是血肉残渣 不远处的冰箱门上贴着他妻儿的照片 于是阿泽忐忑不安地缓缓打开冰箱 怎料冰箱里竟摆着他妻儿一大一小的头颅 阿泽瞬间崩溃不已 直接摊在地上不停哀嚎 他不敢想象被自己吃下的汉堡 竟然是用妻儿的人肉做出来的 吓得阿泽蛙蛙蛙直吐 而这一幕都被监控前的蛙男看在眼里 他享受猎物撕心猎肺的哀嚎 直接对着屏幕一阵变态输出 然而蛙男的游戏还没有结束 冰箱里放的只是蛙男做的假人头 而阿泽的妻儿并没有被杀 缺心眼一郎的真正计划 是诱骗阿泽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 从而和阿泽共同创作最后一个作品 于是蛙男再次出现在阿泽面前 不断挑衅并述说猎杀气气儿的过程 愤怒的阿泽举枪一通乱射 蛙男明显有备而来 利用熟悉的地形不断闪躲 并引诱阿泽一步步走入陷阱 他早就准备了另一个蛙男金蝉拖枪 阿泽追到分岔口时看见了蛙男 就在他准备开枪时 蛙男却浑身颤抖坐在地上 阿泽隐约感觉这个身影很熟悉 于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摘下对方头套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妻子摇 原来蛙男利用他儿子的信誉 逼迫摇带上青蛙头套 想要诱骗阿泽亲手杀掉妻子 眼看计划失败 蛙男气急败坏的挟持祥太出现 逼迫阿泽在妻子和儿子之间二选一 看着阿泽和妻子生离死别 蛙男却是一脸的享受 阿泽趁机偷袭 举枪和蛙男进行对手 阿泽中枪倒地不起 蛙男却侥幸躲过要害再次爬起 就在蛙男准备送一家三口去天堂团聚时 组长带着警员及时赶到 原来组长早就察觉到阿泽会和蛙男进行接触 所以派人一直跟踪调查 通过网吧打印机的打印记录 发现阿泽在调查患有阳光过敏症的病院 于是警方对相关医院展开排查 同样查到了之前蜡名女医生 组长敏锐地发现女医生有所隐瞒 而且他还想起了一起陈年碎尸案 当年一对艺术家夫妇被碎尸后 尸块又被凶手重新拼凑成一个人 案件至今还未被侦破 在那起案件中有一对幸存的兄妹 其中哥哥就患有阳光过敏症 便是现在的蛙男缺心眼一郎 而妹妹正是蜡为女医生 正是恐怖痛苦的童年经历 让蛙男的心理变得扭曲 加上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 所以疯狂地制造连环凶案来创作艺术 眼见败局已定 蛙男立刻从旁边的房间向屋外窜逃 怎料此时天空已经放弃 蛙男的皮肤瞬间被阳光灼烧得面目全非 她形同哭搞地躺在医院病床上 而她的妹妹决定帮她结束一切 女医生给蛙男注射了毒药 结束了蛙男罪恶的一生 而阿泽终于明白了亲情和陪伴的可贵 然而噩梦并未就此结束 就在她陪着儿子参加运动会时 随着镜头越来越近 儿子竟然也开始不停地挠起脖子 她会是下一个恶魔蛙男吗